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很開心 又可以請教託仔仔 多點關於血管科外科的專業知識 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Jake 你有沒有聽過靜脈曲張呢 有啦 是什麼來的 多數女人有的嘛 是什麼來的 我覺得呢 正要觀看就是 是不是女士站得多 或者逛街站得多 穿得高 真的穿得多 血管就開始粗綠 就變得脹氣了 誒 講得對 是啊 已經中九成了 其實我們講靜脈曲張 很多時候可能在街上看到人家的腳 有一些藍色漲起了 好像幽隱一樣 漲起了的靜脈 這些其實就是靜脈曲張 但是有時候還沒到那麼嚴重的 有時候我們有些蜘蛛網民 那些其實都是一些早期的靜脈曲張 蜘蛛網民就是幼身一點 是的幼身一點 就是沒有漲到一條條粗的 是的 因為我們靜脈曲張是分六級的 我們講的一級就是那些蜘蛛網民 那些 那二級就是剛才所說好像幽隱一樣 但是只是二級而已 還有三、四、五、六級 第三級呢,就是腳有水腫了 四級呢,就是說腳有些濕疹啦,經常覺得痕啦 甚至乎會變色啦,就是變了啡色、黑色一塊一塊 那五級呢,就有一個潰陽,但是已經准夾了 六級就是一個潰陽,直腿就有懶腳的出現 那麼,其實這個成因呢 你剛才說的很對,就是站得多 或者女士 本身女士有的機會也會高一些 因為女性賀爾蒙會令血管容易脹起 幸好男人沒事 不是 男人也有的 譬如有些人經常要站在 譬如一些職業 譬如說受課員 或者要做餐廳的師傭 他經常要站在 都會增加了靜脈曲張的機會 譬如家人有靜脈曲張 你有的機會也會高了 有時候男士經常要做健身 舉好重的東西 拿好重的東西 或者有便秘的情況 也會增加了靜脈曲張的風險 我問一下你 有靜脈曲張 可以搓散它嗎? 有些人說搓散它或者放血 其實這個 並不能夠可以醫好靜脈曲張 其實要醫好靜脈曲張 我們要做手術才可以的 因為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有靜脈曲張 其實呢 我們本身靜脈裏面有些範脈 即是門 我們站起來的時候 那些血經常想回頭 因為地心吸力 但是門是應該要關起來 關起來 擋住它 它不會回頭 但是如果有剛才的高危因素 破壞了範脈 即是破壞了門 那門關不住 那門便會回頭 於是便會回頭 那血便會回頭 就會令到血管 便會回頭 我們做手術 其實目的就是 封了一些有問題的血管 封了它 封了它 那些血便沒有地方可以回頭 回頭 那隻封了 是不是我試過 網絡看過 是不是打針進去 就白色 就沒有了 哦 你說的是其中一個方法 你說的是 就是打一些凝固劑 或者打一些醫學用的膠水 就封了它 當然還有其他方法 譬如用熱力 我們可以用射頻消融 或者用Laser 去破壞了一個靜脈的內壁 於是它又會封了它 那有些人就會問 封了它 那我的腳怎麼做血型循環呢 是的 那其實我們在說 心會經動脈 就封了血去腳 然後回頭的時候 就經過靜脈 那我們通常 人人都有兩組靜脈 有深層和淺層 那我們有問題 叫淺層靜脈 所以封了它 我們也有深層靜脈 可以經過它來做血液循環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擔心說 我的腳以後就是沒有血液循環 那你一條有脹呢 另一條脹問得很好 如果另一條脹的話 就麻煩一點了 因為另一條脹的話 我們就不能夠用手術方法 跟它封了它 那所以呢 只能夠做一些保守治療 譬如說 吃一些藥去增加血管的張力 或者是穿壓力脈 那很多時候呢 他們做完淺層靜脈的手術之後 深層靜脈脹的問題 都會減輕了一點的 但是很多時候 做完手術之後 都要繼續穿壓力脈 那我聽過其實穿壓力脈 都是很初期的治療 嗯 可能說它後期受不了 才要做手術的 嗯 其實穿壓力脈 我們在說不能夠說 治好病 還有不能夠令到它 不會越來越差的 穿壓力脈主要的目的 就是令到它 症狀上面的緩解 譬如我的腳容易抽筋 容易走得多 譬如 或者站得多之後 覺得很冤痛 很累很累 那麼穿壓力脈 就可以幫助它 減輕這些不適 但是呢 就不能夠說去 治好它 是的 還有我們做完手術 都要穿壓力脈 讓它黏得十一點 嘩 原來植物曲張 也有這麼深奧的知識在裡面 今天有 真是很感謝Dr.Jang 為了我們解釋 這麼詳細解釋 關於植物曲張 所以女士 不用怕 又是找Dr.Jang 就行了 今天很感謝Dr.Jang 謝謝 拜拜